中广早报新闻 农历市务须年8月17星期三 如果您是现在正在收看直播画面的话 照例还是要请大家随手按下分享 帮帮忙把我们的影音画面分享出去 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听到中广早报新闻 也谢谢大家 当然如果您是新加入的朋友 还没有对中广新闻的脸书粉丝页 中广主播谢叶蓉的脸书粉丝页 以及按下我们YouTube频道上的一个订阅服务的话 没有按赞分享 以及按订阅的听众朋友 现在也赶快要按下订阅服务 可以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消息 也谢谢大家 早报新闻一开始 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今天各报在头版的新闻焦点 翻开今天各大报 其实最醒目的是 七八月的统一发票的中奖号码 来做做发财梦吧 奖号昨天已经出炉了 还开出了千万元的特别奖 所以如果说手边有发票 今天记得要对奖 祝大家能够都成为千万富翁 早报今天都可以看到 各报几乎都有奖号 所以记得要来对统一发票 其他的新闻部分 自来水的检验报告出来了 这份检验报告竟然查出说 44%含有塑胶为例 这个塑胶为例当然是很细微 很细微 我们肉眼可能看不到 但是对健康的影响不容小觑 所以今天包括苹果日报头版 加上内页的二版 联合报的头版头条 加上内页生活版六版 以及中国时报的头版二题 通通都有大篇幅的报道 好在前阵子的食安事件之后 很多人可能会讨论说 现在到底有什么可以吃 可能连呼吸没错 连呼吸都有问题 因为现在的空气污染相当严重 所以加上我们连饮水 也不能够非常放心的喝的话 现在可能大家会有点头疼 到底要怎么样来维护健康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呢 画上了一个大问号 自来水的健康议题 今天各报在头版大篇幅的关心 政治话题部分聚焦 在美国对台 昨天又发布了军售案 这次的军售案大概上百亿 今年自由时报跟旺报 从不同的角度来切 放在头版头条 而联合报在二版 也告诉大家 其实军购案并不是 美国对台军售 并不是第一次 过去一直以来 不管是蓝绿当家都有 而这一次的差别在哪里 联合报说 其实以前大部分都是包裹式的聚集到 比较大量之后一次来公布 但是这一次好像针对我们的需求 从零件部分 就慢慢可以直接来买了 比较正常化的一个方向 这是联合报整理 跟过去比较不同的部分 在内页部分有相当详细的说明 继续回头来关心相关的话题 在头版有哪些重点的报道 联合报今天的头版大标 自来水44%含有塑胶为例 含微塑胶 环保署第一份调查报告公布 其实不只是自来水 大家喜欢吃海鲜的 在贝类部分也验出来了 联合报在头版中提到 环保署公布这份来自 包括自来水海水沙滩沙粒 跟贝类当中 微型塑胶的调查 结果发现大部分的样品 通通都有微粒的塑胶 不但养殖野生的贝类都有 跟民众饮用水相关的 自来水水厂的样本 本来原水减出率是六成一 净化之后也有四成四左右 所以很多人说自来水会净化 但是净化其实 可能针对微型塑胶部分 它的效果是比较有限的 所以尽管原水六成一 就算净化之后 也有四成四 含有微塑胶 联合报饮用环保署的说法 环保署特别强调说 这是一个基础调查 主要是要了解塑胶物质 怎么样影响到环境跟生活 现在评估未来 要不要在灌溉的沟渠 河川架网子 来拦截比较大的垃圾 避免一路冲刷之后 后来慢慢慢慢的破碎分解 变成所谓的微型塑胶 当然也希望大家 最正本清源的做法 是从源头来减量 减少使用塑胶垃圾 也能够减少让这些垃圾流入海洋 从我们自己的行为来改变 减少使用一次性的塑胶制品 才是治本之道 这是联合报的投版报道 苹果日报的角度 则是对健康的影响 被做到了大标题 说微塑胶被吃进肚子里了 这是环保署第一次的调查证实 自来水44%验出 这些微塑胶可能累积在人体当中 今天的苹果日报 有做了一些比较像是图示的报道 告诉大家 这些微塑胶是怎么从我们人类的手上 慢慢流入海洋 最后又回到人体当中 包括牡蛎 蛤蕾 扇贝 淡菜 可能里面通通都有 这是苹果日报 今年早报处理的角度 在苹果日报的报道当中提到 现在平均每公升的水 最多有6根比米粒还要小的纤维状塑胶 沿海的养殖跟野生贝类 平均每公克 验出0.2到5.2个微型塑胶 医生警告说 这些微粒塑胶如果累积在肠道 可能会造成肠的阻塞 其实不要小看这些 可能你看起来0.2公克没有多少 这个小小的又是肉眼看不到的微塑胶 但是不要忘记你会喝水 你也会吃这些海鲜 会吃淡菜 所以通通加起来 它的量可能比你想象中的更多 今天苹果日报在头版也提到 其实除了台湾之外 在各国通通都有发现 类似的情况 类似的污染 英国的研究发现 蚊子幼虫也会吸收塑胶为例 最后可能都进入食物链 影响到人体的健康 而台湾我们现在验出来的比率 相对来说污染程度是比国际低的 不过医生从健康的角度提醒 林口长庚医院临床读物中心的主任 严宗海说 现在微型塑胶成分很复杂 可能混杂着一些重金属 所以医界很相信 如果透过食物链之后 累积的危害会造成很严重的问题 另外一位临床读物职业医学系主任 杨振昌 这是北荣的医生 他说这些微塑胶不但会被人体吸收 部分会透过粪便排出来 但是如果累积在体内 会造成肠道的阻塞 影响消化 或者里头甚至有一些双分A 带奥心 这些有毒物质 它的影响就比较难评估了 而家庭团体 主妇团体则认为 如果连自来水都含塑胶 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可以让孩子吃 而养殖业者现在好可怜 就说你就公布这个报告 说扇类贝类蛋菜通通都有 要我们怎么活下去 要逼死谁呢 应该告诉大家的是 可能整个量要吃多少 吃多久才会造成危险 否则市场上的恐慌 恐怕不是大家所乐见的 这是苹果日报 从不同的角度来关心这个话题 当然内页部分也有提到说 官方三阶段限速部分环保团体 觉得太慢了 要做就要赶快做 不要说定2030年 禁止四大塑胶产品 而限速应该让民众付出更大的代价 自费塑胶袋一两块 太便宜了 但是在做法上 不应该这个钱是商家收走的 本来是商家他们的营运成本 现在消费者要付钱 商家乐得多卖几个塑胶袋 这个钱应该回收到国库 或者是用其他的做法 来推动塑胶产品百分之百的回收 这是环保团体的建议 今天苹果日报在二版做了并程的报道 另外自由时报提到的头版头条 就是来关心美国对台的军售 川蔡上任之后的第二个案子 川蔡就是川普跟蔡英文总统 说美国再度对台军售101亿元 这一批的军售案的内容 今年各报都做了一些报道 其中包括了F-16IDF金国号 F-5战机以及C-130运输机 五年份的标准航财零附件 已经通知美国国会 一个月之后就会正式生效 而这也是川蔡上任之后 第二起两国达成的军售案件 自由时报今天也并程报道 中国方面的反应说 中方强烈不满要求美国撤销 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 中方现在严正交涉要求美方撤销 但是美国已经说了 这个军售案出售的设备跟支援系统 不会改变区域的军事平衡 当然美国方面不会因为中方喊一喊话 而有任何的改变 这是自由时报今天的头版头条 另外在那一部分自由也做了三版 主要的焦点放在川普跟蔡英文的感情很好 自由时报今天的三版大标说 互动热络 蔡政府上任之后 美台的这个互访 美方访台的部分就已经超过2600多人了 而我方到美国考察则超过1500人 其中次长级以上的官员接近90个 总统希望接下来台美的军事交流 能够变得更加紧密一点 比现在还要更好 这是总统方面的期待 今天自由时报在三版 整个版面来整理一下 在川普跟蔡政府之间的一些互动 双方的交流到底有多热络 下半版面说 美国受我3.3亿美元的军机 林复健专家认为美国对台军售 现在推向正常化 这是自由时报今年的三版 相同的新闻联合报放在二版 也报道了这一批的军售案 包括F16这些军机的零组件 另外记者程嘉文跟邱采薇说 过去对美国军购只能够在每年特定的会议上提出来 到马政府的时候 改为随时可以透过美国在台协会提出 但是美国过去的做法 往往是累积多个项目 一次包裹式的批准 这一次军售只针对战机的零件 按照惯例 美方大可以说我累积多一点 但是这一次是个案审查 所以代表美国政府对大陆的态度转变 未来我方跟美军交流 可能会慢慢慢慢 突破这个模式之后 就朝向正规化迈进 今天联合报在二版的部分 有做了这一部分的说明跟报道 让大家知道 这次军售跟过去有什么不同 旺报另外一个角度 大家也要来听听看 今天旺报头版头说 中美争端升高为军事摩擦 美国售台百亿元的军武 现在台海会变火药库了 当然旺报的角度 则是比较从中方的喊话 或中方的立场来切入 说这一次美国对台的军售台海 情势会变得更加紧张 大陆要求立刻撤销 严重挑战一中的红线 这是在旺报部分 头版二版三版 内页的三版也提到 美国的专家说 台湾会变成美国跟大陆 在亚洲的博弈舞台中心 川普已经发出信号了 说希望美国呢 目前正在重新思考 他们的一中政策 一谈到一中政策 可能中国大陆会受不了 会跳起来哦 所以在专家部分 看起来蛮严重的 提出了警告 这是旺报今天的版头报道 中国时报头版头 来看一看我们的新南向 又有最新的话题 而且这一次的话题 挑起的是总统府的资政 总统府资政 痛批新南向抢学生 出卖中华民国的身份证 好这个资政呢 是陈伯志 陈伯志从什么样的角度 来看这个问题 他说现在我们要 设法招收更多的桥外生 希望这些桥外生毕业之后 可以留在台湾工作 工作几年 我们可以发给他身份证哦 但是呢 这个陈伯志 总统府的资政他很担心 他说这个政策相当有问题哦 有一些没有办法 补足台湾产业所需要的人力 这些人留下来 到底要干什么呢 如果说你这些人力 发给他身份证的话哦 会不会最后变成 绩效不好的学校 我本来是招学生来 是要贩卖文凭赚钱的 最后呢 现在筹码更多了 我还有一个中华民国 身份证可以卖 变相变成这些 本来自学就大有问题 招不到学生的学校 另外一个图例 或者是牟利的一个方式 今天中国时报在头版 点出了这个问题 说这个政策完全没有考量到 产业的需要 而只是想要增加这些原额 让数据变得好看一点 恐怕会有很大的争端 这是中国时报 今天的头版头条 内页的三版进一步来扩大报导 说不是捡到篮子里 通通都是菜 留住台湾的人才 再谈向外求财 你必须要先把我们的人才 留下来做好国内经济 如果国内经济不好 每年大概有72万台湾人 在国外工作 而且这些都是人才 你不把这些人才留下来 而去求财 而且求的财可能不见得 是台湾方面需要的财 恐怕最后没有办法提升 我们整体的竞争力 而在焦点新闻版面 中国时报另外点出 桥外生入籍 必须具备三大条件 这是现在政府方面的一个解释 国发会副主委高先贵说 其实要留下来 我们并不是说 你只要来台湾念书 就可以留下来 我们还是有一些门槛的 这个门槛首先是 从事中阶技术工作的桥外生 必须要符合41,393块钱 以上的薪资水准 如果是健康照顾员的薪水 可以涨到3万2千块 再来你必须要有一些 政府认可的专业证照 或者是证明 最后如果留在台湾工作 必须要工作满7年符合条件 才能够拿到永久的居留证 这是今年中国时报的三版 做了一些条件方面的 主补充报道 联合报在话题版 也来关心桥外生 留在台湾要松绑 但是恐怕没有办法解决 产业缺材的问题 在今天联合报的角度 则是从学者的角度来期 学者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政策呢 除了总统府资政提出质疑之外 学者也说 其实你现在要做的 应该是用宏观调控的方式 把一些比较低薪的科系 给舍弃掉 我们要从幼阴上来求财 你教学把关 你要留的是人才 而不是人力 这个人才才是台湾 现在整个产业转型 跟我们希望提升国际竞争力 所需要的部分 这是今天联合报 来看这个新闻的角度 做到了今天五版 话题版的版头大标 经济日报的头版头条 来看看越南的台气 现在可能要回到台湾来了 因为美中贸易大战的关系 有关税的影响 今天经济日报在头版头条说 越南的台气回流 掀起了挂牌的热潮 有11家 这个越南的台气 已经拜访贵买中心 希望在四年内 通通都能够达成上柜的目标 当然这些企业回流 对台湾来说 不是坏事 是好事情 经济日报放在头版头条 美中贸易大战方寒 现在越南台单 涌现转单效应 台湾的资本市场连带受惠 有11家越南的台商 组团拜访贵买中心 表达要回台湾挂牌 最快明年可能就会有 第一家越南的台气 回到台湾来了 经济日报头版头条 而高商时报说 现在我们的台北股市 双资力挺 传产族群超旺 外资9月份买超台股将近500亿元 现在包括龙头股 是最引起青睐的个股 而资金的效应会扩散到 其他二线族群 今天工商时报在头版头条 来畅望台股 告诉大家一些比较利多的消息 包括了外资内资 现在双资买盘力挺 催化了台北股市市场的热度 传产股出头天 在9月份市值增加的前十大 有7家是传产股 投资人真的要当心 在好消息的同时 必须要注意到的是 一些国际上的变数 也提醒大家 两大财经报纸 除了头版头条之外 来听听看在头版其他位置 还有哪些新闻焦点 也提醒上班上课 注意一下时间 现在的时间是7点38分 经济日报头版的编栏重点 包括央行去年的 汇损金额超过一兆元 而央行汇损的新闻 今天联合报是放在头版二题 说央行去年的汇损超过一兆元 这是八年来最严重的 而在新台币部分则是创下 30年来最大升幅 成了受灾户 汇兑准备金 现在通通都用完了 这是彭博的报导 今天在联合报的头版二题 经济日报那页二版 做了整个版面的报导 在联合报当中提出 提列地盐损失等回冲 央行还是强调 现在我们的财务非常的健全 并不是第一次因为台币强生而受创 台币去年大幅升值 拥有庞大外汇资产的中央银行 变成了受灾户 台币对美元去年升值超过7.5% 写下30年来最大升幅 而这笔的汇损明年度跟中央政府的岁出预算 2兆220亿元相比 已经占超过了一半 央行去年的汇损金额 今天联合报系 在两个报纸上做了大篇幅的报导 经济日报的三版版头说 顶规的iPhone出货 郭明奇上调10% 全球癌症药物一哥加码台湾10亿元 美韩自由贸易要签订全新的协定 工商时报今天的下半版面报导 油价狂飙冲上4年来新高 昨天布兰特原油盘中升破82块钱 专家说很快就会看到90美元了 制裁伊朗在即 OPEC Plus不甩川普喊扩产 全球封苹果供应链现在要征财 大力光集中作业员月薪拼3.88万 紧硕的制程技术员 薪资则有4万1千块钱 这是部分厂商释出了求财的讯息 包括薪水 还有包括他们的一些求财的消息 今天工商时报整理在头版的右下角 编览重点工商时报预告二版版头 台经院市警说景气已经开始走下坡了 还有验车绑召回车商要修法 瑕疵车跟老车会变成不定时的炸弹 好这个验车绑召回倒是一个还不错的做法 今天在综合性报纸财经版面说 很多国产车的车主对于召回这件事不太捧场 不过进口车好像车主就比较乐意配合了 接下来希望能够把验车跟召回绑在一起 让大家注意自己行车的安全 工商时报的八版版头 IG的创办人双双离职脸书吓到谍停 付时要纳入A股引进千亿人民币入市 举债买保单结税小心最后会变加税 还有SHE确定掰了华言大震撼 这个SHE女子天团经过17年来的 这个风风雨雨之后呢 现在确定要跟华言说再见 今天包括工商时报 这个财经报纸的三版以及影剧版 通通都很大篇幅 因为华言他们自己这个股票的价格呢 也是投资人关心的话题 他是上柜哦 所以在上柜的市值部分 可能会受到这个消息的影响 而有很大的波动 因为之前只是Ella说 他一个人要出走 华言的市值就已经蒸发了11亿 这一次包括Hippie跟这个Selina 他们要自己组工作室 所以接下来对华言的金基姆 如果真的离开 对于华言整个营运会带来 什么样的影响呢 今年工商时报在三版 做了整个版面的报道 而且说天王天后要独立 主要还是两个原因 一个是钱一个是权 因为现在唱片公司对艺人来说 他包括音乐制作啦 广告代言节目主持 所有的这个经济权都是一手懒 但是未来如果他们成立工作室之后 可能有些会拆账哦 就分开了 对于这些天王天后来说 当然获利是会增加的 这是工商时报的报道 而在影剧消息部分呢 今天自由时报说 SHE集体出走各自成立公司 主导经济大权 华言的市值蒸发超过10亿元 这是财经版面的报道 同样篇幅都蛮大的 好继续来听的是在综合性报纸 版头的大标 今天综合性报纸自由时报 在头版看到的新闻还包括 今年前7月亏损超过152亿元 健保费率三年之后可能会寒涨 健保总额协商会议明天正式登场 明年的健保支出估大概会破7000亿 健保的财政恶化联合报 今天在六版版头说总额破7000亿 接下来大家的费率可能会提高 甚至今天联合报在内文当中 有提到让人担心的是 现在如果继续恶化的话 我们的安全准备金是2000亿元 可能撑不到多久 109年健保就会破产了 这是包括联合报自由时报 今天在内页头版都点到的重点 而自由时报也提到说 接下来可能在健保的政策部分 必须要做一些准备 做一些调整 自由时报的头版右半版面 告诉大家史上最大宗 中国的原料制毒 起出5吨的Ketamine 逮捕5名嫌犯 毒品黑市价格大约6.7亿元 毒品的问题 今天在我们的综合性报纸 中国时报的二版 也告诉大家 大麻毒品现在有多严重 蔓延的相当快速 今年总查获的件数 可能破千件 炫富不怕麻烦 高端白领变成新宠 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大麻 说随着外国人来台湾 增加大麻毒品 好像雨后春笋一样的蔓延 根据法务部的统计 现在查到 2017年2016年相比 大麻件数跟涉案的人 都是翻倍的 而且因为大麻很好买 所以大家就其实常常查到大麻的邮包 甚至很多人到台湾来种大麻 所以很多大麻变成是在地化的种植作物 政府希望 现在中国时报利用整个版面告诉大家说 包括进口买来的 包括自己种的 大麻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了 希望我们的政府不要怕麻烦 不要麻木不仁 赶快来正视这样的一个现象 这是中国时报今天的二版整个版面 而自由时报呢 则是告诉大家又查到了一起原料制毒 来自中国的毒品案件 都是关心毒品的话题 今天自由的头版照片 包括一张SHE确定要各自分飞的照片 还有一个是昨天的这个基隆 有一个古董商 他收集两顿重百万的茶水晶球 本来说要移出他家门 所以下面有吊车在等 没想到吊车司机一个不小心 让这个大的水晶球跌落地面 然后开始像保龄球一样 随着有坡度的路一直滚下去 先后撞倒四辆机车 最后还撞上一辆休旅车 冲撞到民宅 整个水晶球滚动200多公尺 幸好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 今天自由时报把这个大水晶球 两顿重水晶球的照片 放在头版的图片版面 以上是早报的新闻 头版的部分一些重点的整理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继续来听内夜的新闻焦点 现在时间7点46分 早上一杯咖啡 今天的话题 邓志贤说是水管 好那我就是来讲水管 因为志贤最近中奖运蛮好的 希望能够带给他好彩头 今天你就猜对了 让你猜对好了 水管停权的问题 我个人是觉得其实真的 就是要自己出钱 你就是付衣服在这些平台上 他哪一天要帮你收回来 你也不能说不要 人家自己的场子啊 而且你当初在签约的时候 你怎么也不看 冲冲汉我同意 我同意我同意 现在你就是人家有检举 不管是谁 特别选举到了 如果我们的名嘴们说了什么 收音机旁边听众没有听得不高兴 他就去跟YouTube检举 那我们就马上账号可能就被停权了 谁知道呢 所以你还是要有自己的平台 才是比较保险 其实我今天更想讲的是 昨天在治水的会议上 赖清德说 我们接下来呢 要掌握更精准的预报啊 气象 我们的气象局要升格为气象署 我现在就觉得干嘛 这见鬼了 最好气象局升格气象署 它的预报就会变得精准 然后我们的治水问题就能够解决 那干脆以后如果没有电 我们就这个升格一个台电布好了 布有没有更大一点 那我们缺电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然后呢 如果没有水的话 我们就自来水 提醒您现在时间7点48分 欢迎回到中广新闻 我是谢叶荣 早报新闻的内页焦点 我们先来听听看各报的焦点话题 首先呢 苹果日报在二版提醒大家 强台谈美北千擦边过 可能会有豪雨 好这个强台呢 其实它已经减弱为冲突台风了 不过强度还是在中台的上限 比较值得注意的是 它现在的路径 可能不会直接影响台湾擦边过 但是接下来在北部 以及东北部 稍早7点新闻气象局有提醒大家 还是要小心豪雨 影响的时间可能是后天 大后天最接近台湾 必须要特别注意 这是在台风的动态部分 苹果日报放在二版的板头大标 台风来 大雨来 就要小心淹水 联合报今天三版的板头标题 是昨天在立法院的823水灾报告 在野党要求拿出办法 赖魁说地方现在正在查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坑洞 而中央则是紧盯至红池 昨天在立法院 其实口水还是比政策多 来听听看他们在讲什么 昨天很多立委费洪泰问到赖清德 说为什么大雨过后有这么多的大坑洞 结果赖清德的说法说 这么多的坑洞证明雨下的很大 这个其实感觉到有一点无赖 另外在联合报还提到说 赖清德也特别强调 吴敦印在高雄的时候 每逢大雨就淹 所以大家觉得 你干嘛这个时候又拖吴敦印下水呢 而吴敦印则回批 赖魁在台南有三个第一 第一个是台南的洗肾率 全国第一登革日染病率跟死亡人数 通通都是全国最多的 而且高雄市的天坑有七千多个 他要赖三保镖再胡说八道 而且吴敦印一共说了五次的胡说八道 所以今天联合报的记者政委 他在特稿当中就说 一场治水的巡达 蓝绿照表操客 口水多过治水政治凌驾专业 不但在执政党方面呢 我们的隔魁并不是非常的认真 来想这个问题哦 而且在野党好像也是 好吧我问一问就算了 其实在在野的监督力量部分 也不太够 所以今天联合报 左右各打五十大板 加以批评 听国日报则是把昨天在 这个立法院的南台湾工坊 蓝绿拿治水护轰 放到了板头 而且呢 标题就放在赖清德的回应说 反驳高雄有五千多个坑洞 只说这证明雨下的很大 雨下的很大 我不用你告诉我 大家都知道嘛 今天在苹果日报 也把这个部分呢 做到了大标 显然是对这样的说法 不太以为然 另外在政治话题呢 今天联合报的四版要文版 总统府强调 外交并不是联合关系 大陆跟范蒂冈协议 应该加以祝福 黄崇燕说 主教任命协议 从人权的角度来看 是好事情 重申台犯关系非常的稳定 教廷会保障台湾教友的福祉 记者林和明的特稿说 铺陈双重承认吗 可能是台湾方面的一厢情愿 而自由时报 今天这一则新闻 则是来质疑 教宗被大陆给骗了 今天自由时报说 范中协议帮助中国灭教 教宗被骗了 香港主教陈日君 批评教廷的高层 阳奉因为 隐瞒中国教会的情势 显然陈日君对于 现在的范中协议 有不同的意见 所以自由时报提要 提到了板头的大标 来凸显他的看法 好最近吵得也很热的话题 领居住政线 公民权今天在中国时报说 影响到选举的结果 因为只是方便 在大陆方面的生活 如果扯上国安的话 就太沉重了 海基会昨天举办的台商联谊会 很多台商关心的都是 领居住政之后 现在很多的立委说 要限缩大家的公民权 台商很生气 他说要告诉部分的政治人物 选票都是选民的付托 希望带领台湾走向更好的生活 而不是选你们出来下百姓的 今天中国时报 把居住政跟公民权的话题 放在两岸新闻版的板头大标 而联合报则是从 陈明通陆委会主委的角度 陈明通说 政府会对居住政 台商领居住政宽容以待 海基会的秘书长姚仁多也挂保证 不管台商有没有领居住政 基于天职 海基会都会来照顾台商 这个话题好像一直 陈明通的立场都是比较偏向白脸 比较宽容的 所以今天联合报把他的说法 放在两岸版八版 接下来在陆委会方面 对于台商居住政的话题 会宽容以待 另外在其他的焦点部分呢 我们来听到傅昆琦入肩 太太昨天哭倒了 而且有五百多位支持者 昨天呢是夹到 欢迎这个乡送 送他入肩服刑 他的太太徐真卫 则哭倒在怀中 傅昆琦呢 则告诉他八个月之后 我出来又是一条好汉了 今天在苹果日报 把他做了半个版面的话题报道 艺人江明学 持独反向他不是公众人物 其实七月份 他才骑脚踏车制摔 凌晨遇到警察拦检的时候 有一点心虚被看出端倪 所以最后就查到有安读 本来是月令三万块 交保后船 但是密保无招 交不出钱来 那么在地检署部分 也不是真的想要把他关起来 最后改裁为无保请回 但是限制住居 今天中国时报的社会焦点 当然他过去的一些 这个作品 还有艺人染毒的案例 各报也都做了整理的报道 在娱乐版面部分 白冰冰说 其实过去看他上通告 就发现他有点失神 怪怪的 现在回想才知道 原来是吸毒害的 还有在食安疑虑部分 太和工坊劣质的水壶盖 现在被销毁 中国进口的残渣值超标57倍 太和工坊上个月 从中国进口的水壶的上盖 会弹起来那种 测出了一些测试不合格 是大陆进口的 今年苹果日报 在生活版面的报道 再来听到的是 在国际版 今天有一则好消息 说奇迹脊椎装电子贴片 全摊者能够走路 美国有三个腰部以下 全摊的患者 他植入了脊髓的电子贴片之后 能够重新走路 这真的是个好消息 但是接下来 真正适用对象 需要再进一步的研究 提供给大家最新的 也要有焦点 体育新闻 除了有中华职棒 桃园队九连胜 点出了M9的魔术数字之外 另外还有整理一下大联盟 季后倒数现在各队的战力 还有摩迪 这个氏族赛之后 在摩迪克罗埃下名将 莫德里 他获选为足球先生 打败了 西罗跟梅西 今年自由时报的体育版头 时间7点55分 继续请收听听懂新闻 哥哥你在推什么呀 我在听新闻啊 新闻我又推不懂 听听懂新闻 就可以听懂新闻啦 听懂新闻 大家好 我是中华主播李亚元 今年9月份呢 卫福部宣布要修法 分明 根本 不失聆 老因